我去逛超市 然后看人挺多的 反正我说看看吧 菜真全 我是附近的学生 这比食堂好一点 推荐那个酸菜大骨头吧 好像在看电影 看电影在这吃点饭 方便又能吃完饭又能在这逛逛 看有什么合适再买点回家 近期 北京多家商超品牌 纷纷引入便宁食堂 吸引不少顾客前来体验 在工作日的中午12点左右 记者在海淀区一超市食堂看到 前来就餐的顾客 已排起长队 据超市工作人员介绍 食堂目前主要涵盖午餐和晚餐时段 每天可以售卖尽千份 大约是有70多个产品 这里边有这个凉菜 有热菜 铁点 水果 养生汤 各种的这个主食 像这个靶子肉呀 还有肘子是零售的 除了这两个 其他的是19块9 全场随便吃 不限量 不限时 记者在食堂后厨看到 自动炒菜机 蒸香等设备齐全 工作人员只需将切好的食材和调料放入机器中 稍等片刻 一道菜就能迅速出锅 第一呢 我们是每天 切炒的 不受剩菜 然后呢 我们来的是净菜 洗好的 切好的 来了以后 进口就不用动刀了 炒呢 我们是用机器人炒菜 因为机器人呢 标准化更高 然后口味更 更稳定 实际上不少商超早已跨界涉足餐饮领域 据另一商超门店负责人介绍 该超市自开业起就采用了超市加涉鲜餐饮的商业模式 近期推出小碗菜的自选盒饭后 更是受到了附近居民和上班族的欢迎 营业第一天开始 就是商超加餐饮的模式 之前一直以海鲜为主 近期我们增加了许多平价餐饮 尤其是像小碗菜 尤为受欢迎 鸡蛋炒饰的 蒜蓉西兰花 还有一些排骨 还有红烧肉 这都是我们几乎每天都必推的菜 超过60岁以上的老年人 来到咱们的小碗菜用餐的时候 享受八八折优惠 它它的选材我们能看得见 就是超市里卖的蔬菜 营养性比较均衡 离我们也比较近 我其实在北京工作 我们来到三个月三个月 很便宜 有大量的食物 专家认为 消费者在超市购买快餐的同时 还可以促进超市其他商品的销售 不仅新增令人增长点 还为超市带来良好形象 但专家提醒 能否保持吸引力 还是要看商家的经营能力 买累了 接着坐下就能吃 吃饱了 接着还能买 一站式体验 一下就完成了 对于超市而言 不仅仅是多了一个服务项目 多了新的利润增长点 还是回应了消费者的关注和需求 超市开平价食堂 对于超市而言 是机遇 也是挑战 食以安为先 那么食品安全就是不可触碰的红线 为了食品安全 那么从采购原料开始 每一步的品控都要合规 把每一点硬件软件都要规范 都要做到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